最後一位嘉賓 我們很開心邀請到重量級人物方建義 Hello 大家好 最近我知道你正在忙電台DJ 做大學講師 還有皮革手工 還有什麼在做呢 我幫兩個電視台拍攝節目 也有寫專欄 也有做傳媒的培訓 所以也做私營片 很多不同的機構都找我做私營 政府也有 私營也有 所以也挺開心的 也有不同方面的發展 最近我看到一些圖片 你也做了眼照 幾個主角一起做 收入也挺豐富 沒有這麼說 永遠都是不夠的 其實在觀眾眼中 你給人感覺非常之嚴肅 非常酷 其實你私底下是怎樣的 不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因為以前讀新聞 你一定要是一個很莊嚴的形象 因為我以前報的新聞 很多都是政治 經濟 所以你不可以嘻嘻嘻嘻嘻 你也有報的 你不是報的新聞 但私底下是一個 我想是懂得說笑的 但是那個莊嚴很嚴肅 那個形象已經很深入民心 所以以前的人剛出來做自由工作者 一些客戶都會有懷疑 找方便意 他可以不可以 他不懂得說笑的 我想是受制於以前的新聞報道 的框框 現在慢慢 你看到我有不同的形象出現 就好些了 起碼一些人都知道我 我懂得說笑的 其實女主播是不是很多人追 我要檢討一下自己 我不是很多人追 不是的 我經常看新聞都說 某某女神 某某BB 都很多追求者 我不是的 我很明顯不是女神 那你有沒有遇過 或者見識過一些 零厲的攻勢 最零厲的攻勢 就是我老公 是怎樣零厲的 我覺得很慘 我老公認同我之後 沒有人再埋身 其實我經常聽別人說 女主播經常收毒花 收到信 是不是真的 我有收過信 我也收過一些專戒 專戒 有專戒 有專戒 幾多卡 我不懂分 只不過是一隻戒指 見到旁邊是唯有碎鑽 但是你不敢收 我對這些名貴的禮物 所以我那時候 都是給一些 過去辦公室的同事 就說 不如你退回那個人 其實你個人 你的戀愛觀 是怎樣的呢 我呢 不同階段 又不同想法 我真的很年輕 很小的時候 我都會喜歡 英俊瀟灑 高大威猛 入書冷風 那些 我的確有些男朋友 都OK 英俊瀟灑 但是 去到你 差不多 成熟的時候 真的 老筆是會生涯的 老筆生涯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如果是要 一生一世的人 你就會知道 你找哪些人 最適合你 那些人是要 相處得很舒服 以前 我是有高大威猛 英俊瀟灑的男生 但是 你會因為 牽涉他 而保持一定的精緻 你不會說很粗 我對著他的時候 我不敢操耐 吃飯的時候 都會陰之陰之陰之 問你 看這套戲好嗎 我永遠都說 好 但其實我覺得好 但是 我和我先生 一開始 真的有一個一見而故 那種 真是一個緣分 那其實 你們兩夫妻相處之道 又是怎樣 我覺得 我們古人 有一句說話 相敬而不 好像很老套 但其實 都很適合 去到今時今日都很適合 好像我和我先生 其實我認識了九年 記得一分五年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喊過自家 有些人問我們 就說 我們最難忘的是什麼 然後我就說 糟了我們沒有什麼難忘 因為我們的相處 其實是淡如水 但是我挺喜歡這種感覺 是簡單的 大家不需要突然之間 送禮物、送花 做一個竹廊晚餐 不用的 我們生日也不膨張 在家裡煮飯 沒有什麼特別驚喜給你 有時候會有的 有時候是真的出奇不易 但我覺得這些很少的驚喜 已經很足夠 我不需要一些很鋪槍的 那有沒有想著 什麼時候生寶寶 這件事 暫時來說 我都沒有想過 因為我先生很喜歡小孩子 不過我極力說服他 不要生了 因為很辛苦 現在生一個小孩 都不單是四百萬 其實錢都是其次 最重要的就是 小朋友現在的競爭環境上太驚喜 就是小孩子 不會像我們以前的 我爸媽 不理你了 你自己天三天養 這樣 OK 但是呢 好像我們這麼乖 那些就說 你如果是走一條懷路的話 我真的負擔 我見到很多朋友 有小孩子 他們的小孩子 學十樣八樣東西 打球 彈琴 彈琴都不夠 要有很多幕器 我想是 上刀山 爭取入場券 對 贏取起跑線 這件事 我覺得太辛苦了 他辛苦得來的時候 我也辛苦 如果是沒有信心 是令到小孩子開心的時候 那我就極力說服 我先生說不如五毛三 我們二人世界 你順其自然 好了 最後我們也謝謝Kina 有一本書 是說青春戀士的 是有十幾個青少年 他們的愛情故事 有甜酸苦辣 可以一起細美他們 好 等我青春一下 對 也很青春 多謝你 訪問完畢 交給你立方見義 好 新聞報道完了 多謝支持 後會有機 再見